欢迎收看海外赛事攻略 这个星期六星期日就相当繁忙 因为海外赛事的高峰期 先讲星期六 南非方面几维尔马场将会有几维尔二仙赛马日 那场赛事会当地三岁马一级赛来跑二千米 当晚会有八场赛事转播来到香港 而去到星期日 日本打比大赛举行的日子 就会在沙田马场的日马举行期间转播过来 今集我们将会讲两项一级赛事 几维尔二仙錦标和日本打比大赛 几维尔二仙錦标早几年也播过一次 不过当时就跟叶森打比同满波 可以说暑假只有七月阳赛冠军赛物 其中一场都挺重要的 前哨战的三岁马跑 没错了 南非的赛事 大家可能对海尼玉斯就比较熟悉一些 今次去到基维尔三岁马跑一级赛 其实阵容上也有些平均 今晚将会八场赛事转播来香港 我们看看有什么赛事转播 先记住留意S1第二场开始 二至九场 重头起两场一级赛 包括基维尔二仙錦标第七场 以及第六场 胡拉芬顿二仙錦标 这场是马女跑的 一只三冠马后 至于基维尔二仙錦标 因为是三岁马的赛事 跑二千米 这场赛事其实都是三岁马跑的 因为胡拉芬顿錦标不同 大家赛事组别的关系 同日举行 这一项赛事其实我们是转播过来的 如果你说和香港赛马的关系 以前有了退型马 雪霸神区跑过这场赛事 就赢过 所以其实这一项赛事 在当地的三岁马来说 是一场很重要的赛事 而基维尔马场的二千米 赛道形势又是怎样的 大家可能都比较印象 就没有那么清晰 要给大家看图图 虽然我们就播过一次 都几年前了 和海尼沃斯最大分别 就是这个马场 其实是右转 绝对不是说海尼沃斯的左转 还有一些暗上、暗落斜 而且如果跑短途 基维尔马场 内档马的成绩是比较突出一点 有点偏差 有留意不同的路程 至于基维尔二千錦标 有什么马跑呢 先看看排位表 出马是12匹 比较受注目的 都是好望角打比 跑得好的几只 包括联马斯 马兆尔派出一队 三号的王族 另外六号后卫 这些马都是在好望角打比 跑得好的 其余马俄角大石 好望角堅尼冠军 这次试一下跑二千 那个长力那里 可能都会受考验 其他还有一些上来的 比如说五号的沙科巴 这只稀威心的座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7号第二棒 这一只马演出都挺准的 长力也是十足 有权可以挑战这一场 一些争胜主角的 大家对基维尔的赛事 应该就没那么熟悉了 不过我们在谈马之前 都说了一些外围的形势 今年比较特别的 南非方面很厉害 跟去年日本一样 三冠马王三冠马后都产生到 还有我们香港熟悉的欺威心 来到香港客串的时候 成绩很麻烦 但回到南非之后 真是大爆发 现在在当地的骑士龙虎榜 摇摇领先 很可惜 三冠马王上一场 那只麦围華装 跑得一样 这次大家看不到 不过去到暑假 我们转播冠军的 錦标赛马蜜 有机会会见到他 看看到时候可否登场 因为都很厉害的过去 但是他的提下败仗 这一次很多都会在 这场基维尔2000金标 看到的 上场滑铁路 还有大家都要留意 基维尔马场 跟我们之前播放的 太尼欲斯 就是大岛回的錦标赛马 那些骑士有些分别 当然大的骑士 可能大家都清楚哪些是 但是有些騎士就不同了 所以我們在開始傾馬之前 都補充了一些基維爾馬場騎士的成績 給大家看看 其實就看看你勤不勤力 例如在澳洲 如果在川州各省都出賽的 成績自然好 好像金利迪現在64圓 希偉森也63圓 其實成績很好 在基維爾馬場 你見到霍宏星只有24圓 其實很少過來這邊跑 海里沃斯這邊多 所以頭馬數字是偏低 其實成績都很好 馬安都是 近年都開始有少少養尊儲優 大賽才出擊 變成45分也不算太多了 所以騎士有時要去到比較東邊 基維爾就比較少 出賽的基數 所以是地域上的問題 就不是他們全國的 因為你都不能夠 每個馬場都去跑 所以要留意這一點 哪些是主場騎士 或者多水馬場跑得好的騎士 大家要秤高一點 正式開始傾馬 這場賽事出馬就不多 而且看過賽事形勢 很多時候這匹馬贏過對方 對方是贏過他的 大家互相對戰的 其中馬兆爾兩匹似乎都不錯的馬 後衛和王族一起上陣 兩匹馬最近都對戰過的 我打比 你看到是左轉 2月跑的 龍門王族後衛 這場賽事其實就是後衛 你看到這匹馬 其實踏入2021年之後 這匹馬都一直進步 在外檔衝上來 一衝就過了 其實是二三名前鬥 一對馬王族和龍門分裂 二三名 但是後衛這場馬的後勁 相當之好 贏了回來 講後勁 就似乎後衛真的好些 王族就似乎比較均速些 就比較二位難贏 可能跟他的跑法都有關 而後衛 贏完統务局打比之後 他之後還跑得好 縮回去跑堅尼大賽 都贏了 不過南非大家都知道 很多堅尼大賽 這場是KZN堅尼大賽 這場是5月初舉行 一開始4月最新的 科梅迪留意 轉彎,他被撐出來 變了大外囊 中間又後衛 他也有點受阻 不過骑士 看左看右 有很多 都沒下去騎 只會跌倒 馬上八對馬 直路初後衛很劣勢 結果一找到空位 衝上來就贏了 贏得很輕鬆 看來就看著吃 雖然說很劣勢 但上來還沒用 立刻拿鞋子打著 所以這附後衛 我相信是這場賽事的主角 我們看看近四屆 基維以二千錦標的盟主 之前跑的賽職是怎樣 這些都要跟回那些form line 最重要是入到三甲 2017雪霸神區之前是好忙打比贏的 雪蘭鵝杯第二 世子郎當時叫額外費用 後來他在澳洲轉換名字 南非打比第二 南非經典賽第二的浩曼 贏總理冠軍挑戰錦標 南非經典賽也很厲害 綠燈恒贏完去年的南非經典賽 之後再贏這一場 今年進程也好 也贏了很多大賽 證明贏這場基維以二千錦標 各近跡上一定是好先決條件 後衛就符合了 有沒有其他馬是可以的 其他馬跑得好有的 俄國大石 他都對過後衛和王族 這場好武國堅尼 12月19日 中間銜頓游獎一見 忍著其內又怎知沒有 結果這場頭二明都爆冷 後衛當時都不是明星馬 都是突如其內 其實他是冷門 那時在上來 不過後勁 俄國大石飽千錄 比這隻後衛比較好 結果俄國大石在外擋 剛剛贏了他 剛剛贏了一點 這場賽事就告訴大家 後衛厲害 但不是勞不可破的 原來一早是俄國大石贏過他 所以為何我們賽前說 你又對過我 我又對過你 大家也贏過對方 所以這些其實都符合 剛才我們看機位2000錦標 贏馬前的馬 如果他是贏過馬 或者上個名的 適合這個條件的 不只是後衛 俄國大石也適合的 至於其他邊線的馬 有些人可能未必對他的印象很熟 就是第二棒 他跑另一條戰線 南非打給這條戰線 他跑了三官 三官都前四名 不過贏不到一關 他贏不到 因為對著三官王 太厲害了 前面那隻 其實少了2450 我覺得有點長 你見出來也有點捱 他有聲在演出準 但實力上未必及得其 幾匹對手 但你說肯捱的馬 應該都會從前列回來 後面還有那些沙科巴 跟著回來 但那場已經跑到2450 當然了 去到那些路程又不同 跟2000有少許分別 不過 因為有些馬 你都要想 哪些是1600走上來跑開 或者2400 縮回頭 要考慮場力方面 因為基維爾馬場 直路不短 有500米 也要考慮這一點 第二棒 剛才那場就好像跑到一般 但其實之後 這場總理冠軍天線錦標 如果你計算對手 他似乎不頑皮 其實他贏了三冠王 你一旁過了你 不過他不夠綠燈行 但綠燈行也很厲害 上年贏了基維爾2000 你看看這隻 第二棒 呢 勃着呀勃着 勃着又有些 勃着又有些 這個場力是相當好的 這個馬來的 所以跑這場賽事 難就難在爲 我們不要看一場 如果你說一 兩場 連續都是贏了對手的 當然是下風 被擊敗的那隻 但他又不是 互有勝負 三冠王都會輸 所以這場賽事 第二棒都不要小看他 還有一些在邊線的 有一隻鴻山 他也跑過一級賽 栗馬錦標 4月3日 這場賽事都不是很久 不過這場是1,600 其實他沒有跑打比 他選擇縮程跑這場栗馬錦標 都是一級賽 但又對著陸奔衡 他演出都算是準的一匹馬 是之前南非經典賽跑得領小 但是縮到1,600 他的表現相當好 也是一隻很後勁的馬 你迫到連掌馬 綠燈衡 其實是逐步上來的 他一直都有威脅性 所以如果你看回綠燈衡做指標 這匹馬有些邊線機會 而且又懂得追一下馬 這一點更重要 不過當然 二千有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他上次選擇縮程 這是一個疑點 這場賽事 出馬不多 但我的感覺不是簡單局面的賽事 因為大家都你贏我我贏你 都很講完途的發揮又怎樣 如果真的要選一隻做初選 施力你先選 初步我看後衛 這隻馬跑七次 根本都沒有掉過頭二名 相信他二千這個長力 亦都證明過很望角打比 是可以贏得到 所以這一匹馬 我相信實力上是有少許上風的 我喜歡六號的後衛 還有你見到馬大陸 2021年之後 後衛進幅都挺大 我選準一點的 第二棒 其實他三關 三官都 第四 第二 第三 都前面回來 雙次追不到六等行 其實表現都不差 勝在準成 選這隻 至於希威森 他那一匹 應該是下風 就是沙科巴 上一次 四個馬都跑第三 因為他跑了一場 千六的放頭 但是這些馬 在南非打比的場 他試過留後跑 會追幾步 當然了 對第二棒他就輸 但是有時候 這些大賽都要考慮一下 騎士旺就搭夠 還有擺在前面走 因為大賽大家守著 如果擺在前面 萬放的話 這隻沙科巴 贏未必是我們叫做獨贏的材料 但是這二三名 分分鐘被他放進來的話 可能都挺好分的 所以沙科巴 可以做到冷配 我就選了他的 好 第一節 南非的賽事 基為2000 我們就談完了 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去日本 聊聊日本打比